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Pri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寂寞之战》 《寂寞之战》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 发生于西元前284年 涉及到齐国和燕国之间的争夺 该战役以《寂寞城》 金山东省平度是东南为主战场 其中的主要角色是齐国的将领田丹和燕国的将领乐意 寂寞之战的前因是燕国昭王想要进攻齐国 但燕国的实力相对较弱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 燕国采取了越义和苏秦的策略 试图孤立齐国以及煽动齐国灭掉宋国 以形成联合诸国攻击齐国的机会 在齐国灭掉宋国后 燕国成功地与其他国家结成了攻击齐国的盟军 西元前284年 燕昭王派遣越义委上将军 统领六国联军攻击齐国 齐国灭王没有预料到燕国会联合其他国家攻击自己 因此唯能做好准备 他匆忙任命处子为将领 率领军队抵抗 在集水一带 两军展开对峙 然而 由于齐国连年征战 士气低落 主将处子甚至逃亡 齐军因此陷入混乱 最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齐敏王被迫逃亡至举城 金山东举县 并被闹池所杀 与此同时 燕将越义率领军队进入齐国的都城林兹 越义攻占林兹后 实施了广师恩德 争取民心的政策 他严格执行军纪 禁止烧杀抢掠 同时废除科捐杂税 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和爱戴 在短短六个月内 越义成功地巩固了 燕国在齐国的统治地位 他进一步推行改革政策 加强了齐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使其重新恢复强大 寂寞之战的起因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政治和地缘因素 在当时 齐国和燕国是战国七雄中的两个重要国家 然而 齐国的国力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衰弱 而燕国则逐渐崛起 成为强大的势力 起初 齐国国君齐乡王想要与燕国结盟 以对抗其他强国 然而 齐国的大臣田记却认为 燕国的越义将军实力强大 如果燕国与齐国结盟 燕国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使得齐国成为次要的服用国 因此 田记建议齐国王室将越义招安到齐国 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齐乡王接受了这个建议 派使者前往燕国招募越义 然而 燕国国君昭王得知了这个消息 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 他认为齐国的举动是对燕国的不尊重 并且决定报复 燕国的昭王派遣越义领导一支军队 进攻齐国 这就是吉末之战的起因 一场由燕国发起的报复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 越义自愿接受了齐国的招募 并没有背叛燕国 他在战争中展现出优异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成功地夺取了齐国的主要城市吉末 这场战役成为了他的声誉之战 并使得燕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得到提升 越义的成功使得燕国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的一个重要势力 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为燕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越义在吉末之战后成为燕国的重要将领和辅佐昭王的重要人物 吉末之战的结果 也对整个战国时期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受到重创 燕国则在战国七雄之中崛起 战国时期的权力平衡重新调整 使得燕国能够在后续的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吉末之战的教训也对当时的诸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他强调了军事准备的重要性 并凸显了领导者的决断力和智慧 同时他也警示了诸国势力的变化 要警惕外部势力的结盟对自身安全的影响 总的来说 吉末之战是中国战国时期 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 它改变了战国时期的权力格局 并展示了乐意作为一个优秀将领和政治家的才能 这场战役对于后续的历史发展 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